請你改成 MyPV 把這個地方改一個名稱叫 MyPV Enter一下 就是跟我那個紅字一樣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改名稱的話 將來在程式傳寫他會找不到它 因為我們程式傳寫會認的是上面的名稱 那底下的話一樣增加三個 然後再兩個Label 最後加兩個Button Button名稱的話也是拖拉過來 那名稱的話一樣把Name改一下 Name的話這邊要改什麼 改CAL 然後並且改什麼 開始計算 所以這個地方改這個開始計算怎麼改呢 其實就直接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名稱一樣是叫Caption 所以找到那個屬性裡面有一個叫Caption 把這個名稱改成叫開始計算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打一下 開始計算 然後 Enter一下 OK 那這個名稱就上去對不對 然後並且把Name的部分改一下 改成我給各位的那個名稱 CAL Enter一下 那以後呢 CAL 指的就是這個按鈕了 那一樣的方式我想各位 分別在底下再增加一個Button 那如果你會發現說 老實這個Button 為什麼跟這個Button 大小怎麼調整都不一樣 那沒有關係啊 我剛剛講有兩個屬性 一個叫Labs 有沒有 如果你要跟他一樣的話你就乾脆220好了 然後這個地方 TOP就是上面的座標 這個就主要是Labs好了 那這個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改成220 他們就會一樣在Labs 那另外就是大小 決定大小的部分 還有兩個屬性 叫做那個 寬的話呢就是WISE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寬的部分如果用那個 這個數字排列的話 這個WISE 比如說我全部都 寬度的話都用50好了 給他取個整數 然後呢 高度的話呢就是H開頭 Height 就是這個 比如說我都是 這個25好了 一個50一個25 那如果要長一樣大的話呢 你就可以怎麼樣 這個也改25 然後寬度的話呢 也改為50 這樣的話 他們兩個就會長一樣了 那也是對齊Labs 那名稱改一下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 那做完畢之後呢 請各位 比對一下 這個我們的講義裡面的這個部分 那這裡 這個也是改Label的Caption Caption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這個介面的設計 稍微瑣碎一點點 不過呢 剛開始反正就是熟悉一下 錶單的設計工具 因為這個設計工具 你掌握得好的話 將來你跟使用者之間的互動 就會更好